即将到来的2022年会发生什么事呢 八大忠告老百姓尽早了解 时间很快就回过去 在即将到来的2022年 对我们大家来说是非常期待的一年 如果迎来了台风和暴雨的四年 这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打击 但是好在经过大家不懈的努力 我们依次战胜了灾难 现在离2022年还有不到两个月 新的一年会有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 新来的朋友可以先点点关注 这样极方便回顾往期内容 又不会错过后面的精彩 只有在世界开始的时候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新朋友可以表扬和关注 也可以转发建议 为了在必要时让更多的人看这个视频 我相信你会读这八条忠告 生活会比以前好 第一个建议是你必须存钱 请尽量不要轻易借给别人 回顾今年我们经历了很久 因为瘟疫我们不得不待在家里 瘟疫的到来打乱了我们原来的记号 会扰乱我们的生活 瘟疫流行期间一些公司停止了生产 这对没有存钱习惯的朋友来说 一定是很大的打击 希望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们必须多存点钱 合理消费 避免新型消费的习惯 虽然生活节奏很快 但是如果我们手头没有积蓄 给我们带来很多不便 所以我们必须存更多的钱 以备不时之需 而且疫情还没有完全解决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爆炸 或者你认为瘟疫什么时候在年底结束 欢迎在评论区发表评论 第二个建议是我们把工作做好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业余时间做副业来发展自己 从今年的灾难中 我们不应该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地方 应该通过学习来充实自己 理解并掌握一项技能是我们的道路和保证 即使不太想累 只满足于现状 也许可以找到新的打工赚钱方式 虽然你每天都在公司努力工作 但是只能得到一个月的固定工资 没有人关心我们工人的悲伤 不管你在哪个公司工作 一旦发生公司状况和裁员 我们可能得不到固定的工资 但是发展副业可以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 我们也可以在发展副业的过程中成长 如果副业顺利的话 也可以扩大我们的联系和知识 另外在公司工作的时候 我们只是员工 每天处理自己的工作 业余时间和同事聊天 另外每天几乎没有进展 但是兼职工作包括 我们在担心 我们可以叫自己老板 但是也有人可能觉得 副业的发展很麻烦 我们每天下班回家的时候都很忙 这让我们很累 其实在编辑看来 这些只是你懒多的借口 当我们生活困难的时候 我们想的只是赚钱 没有时间考虑其他问题 第三条建议审慎对待投资和创业精神 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人想通过投资股票来制服 但是结果往往是我们控制不了的 可能会赚钱 但同时你可能会完全输 在这里 编辑想向大家说明 编辑并不反对大家炒股 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能把 重点放在炒菜上 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可以选择的炒股 企业家对普通人来说 是一条艰难的道路 互联网的兴起给许多新兴产业 带来了发展机会 但是如果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如果你自由地走这条路 我认为你取不到好成绩 因为我们没有资源和联系方式 如果没有充分准备 我不能全心全意创业 因为这条路有各种艰难险阻 近年来很多原材料的价格都在上涨 但是与一些原材料的价格相比 商品价格上涨的速度不是很快 结果是我们高价购买的原材料 作为商品没有利益的情况 当我们不知道行业规则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轻率地做出这个决定 因为结果是普通人无法忍受的 就像很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一样 他们想通过看一些新兴行业的 发展趋势来制服 但是他们不认为这些行为背后 有很大的风险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冲动 而添很多麻烦 如果你是屏幕前的朋友 然后你计划开始商业投资 你对形势要乐观 听取一些过来人的经验教训 不要盲目服从 否则你会后悔的 第四条建议绝不轻易借钱给别人 我想每个人都听说过或经历过 借钱的时候你是上司 但是算账的时候 你成了孙子 借钱真的很容易 但是很难拿到钱 虽然我们一直很讲人情 但是俗话说得好 兄弟要把账算清楚 兄弟也要解决双方的利益 但是一般来说 当我们借钱给别人的时候 我们通常不留下证明书 当你一次又一次地需要钱的时候 这不仅浪费了我们的时间 然后让他们觉得自己小气 但是编辑认为 如果你能把钱 借给对方就必然关系很好 相对来说 借款并不是没有还回来 既然从你那里借了钱 这表明你在对方心中依然很重要 彼此有信任关系 但是金额变大的话 谁也不能保证 他们像自己一样讲课嘛 那个时候可能会给自己添很多麻烦 另外 因为他在现实中也没有借款的借据 于是出现了争论不休的现象 编辑注意到你借钱给别人是要小心的 第五个建议是多锻炼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 因为身体是革命的资本 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话 你应该长时间坐在办公室 多锻炼 长时间面对电脑的不仅仅是视力 也容易得颈椎病 所以工作一段时间后 应该多看看远处 下班后可以在附近的公园散步放松 另外 因为工作很忙 所以请不要总是点外卖 外卖又快又方便 但是周末假期你可以在家锻炼烹饪 尽量在家里自己做饭 第六条建议不要频繁旅行 如你所知 瘟疫还没有结束 不要去人多的地方 请不要给自己和国家添麻烦 因为没有人能预测下一场 瘟疫会在哪里爆发 为了你自己和家人 我们休息的时候尽量待在家里 不要去人多的地方 不要旅行 更不用说出国了 因为从现在各国的疫情状况来看 我们的国家还是安全的 不得不外出的情况 口罩也必须戴上 做好个人防护 第七条建议是学会控制情绪 注意感情的培养 减少坏脾气和抑郁 避免感情起伏 医学证明 易怒的人身体的干皮和胃都受到影响 如果你感到愤怒和悲伤 出去放松一下 去公园女孩可以去买东西 人们常说女孩子处理 愤怒的最好方法是购物 但这是个玩笑 不能认真对待 最后的建议是最重要的一点 你应该选择在你擅长的领域发展 那样你就能做点什么 很多人看起来不擅长他们什么 这在一些人眼里是个大问题 但是从其他方面来看 这可能表明你的选择是多样的 你有很多机会 请不要早点否定自己 给自己更多的机会 总有一天你会成功的 但是当你遇到岔路的时候 不要想所谓的捷径 是走正式正确的成功之路 是的 今天的内容到此为止 欢迎在下面评论区发表补充评论 请给编辑加评论称赞 我们下一次不见不散